一大早有的人拿起锄头来挖土 有的人就负责来铺草皮 南投珠山镇富州社区 在林务局绿美化计划下 只申请到清费 要让社区环境变得各家美丽 在这个社区的绿美化 动员50多位居民一起参与这项活动 其中不只有小朋友主动参加 像是中风过的长辈 或是90岁的阿公 也是自动自发前来 因为只要一想到这些所生活的社区 可以变得越来越美 就让大家越来越有精神 我就想说不想运动 运动这样不自己在家无聊 孩子们不在家都没人在家 我自己在家旁边就运动 像百岁我都可以到做技工 就在这外面中心 如果在做事我都会下来卧手 我想我就出城后边 在家旁边就没人担心 我卧手都会收拾 这如果像这如果有外套 我就来忙做 这样 不然就怕没努力 睡也不可以 睡也不可以 我像我忙运动 我从我比较漂亮 我社区比较赞的 这次绿美化工程的土地是由社区居民无偿提供 绿美化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地主他提供这个地方就是说 预计我们给我们社区以后来当成我们社区的一个农夫市集 那假日的一个可以先来有些农夫可以来这边做一些贩售我们自己的农客产品 那另外还可以提供给我们社区来做停车场来使用这样 自己的社区环境由大家来负责美化 每位社区居民都是以快乐的心情来付出 大家也都表示 因为借着这个机会可以活动筋骨 就好像在游玩一样 而且也可以将社区整理得美丽又舒适